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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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一集说宋太宗赵光毅他继位以后把东南地区的敏和吴越纳落了北宋的版图 那么这样一来南方的格局政权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对于北宋的统一大业来说 它仍然是经欧有缺 为什么说仍然是经欧有缺 第一 占据现在山西中部的北汉 它还存在 第二 被五代后进石进堂格浪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 冷难在契丹的控制之下 当然 在燕云十六州的最南边两个州 一个是银州 一个是墨州 也就是现在河北的河间和仁秋那一带 在周四中柴龙北上的时候 他已经夺回了这两个州 所以在契丹首上 所掌控的是十四个州 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 也是月定书成 所以我们冷难把它叫做燕云十六州 自从燕云十六州归于契丹以后 一直是中原皇朝 特别是中原士大夫的一个新病 为什么呢 第一 取卢 第二 担忧 为什么说取卢 这个取卢是由感情而发的 因为从传说中的炎黄 然后到春秋战国 这里都是华夏活动的地狱 那么在战国到秦汉之际 成书的一篇伟大文献 那就是与共 把华夏分为九州 这个燕云十六州 正是九州之首 冀州的所在地 那么这个冀州的治所 就在幽州 也称燕 那么唐代伟大诗人 称之昂的丹幽州台歌 说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子 念天地之幽幽 都苍蓝而涕下 那么现在 不但幽州 我们看不到 幽州台 也在契丹那里手上 所以 它是带于一种趋了 那么说到丹幽 怎么呢 因为这块地区 它民风彪悍 物产丰富 所以凡是占这块地区的 那都是兵强马壮 所以无论是从 哪个角度来说 燕云十六州 对于中原来说 它都是有一种 隔不断的情况 特别是 结束 石敬堂燕云十六州的 辽太宗耶律德光 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 不久 长驱难下 灭了不听话的后劲 并且占领了开封 虽然不久以后退出 但是从此以后 燕云十六州 就变成 辽 尽可以攻 退可以守的 一块基地 同时和北汉 联手对付中原的皇朝 周四中柴荣 呈高贫大捷 想一举灭了北汉 但是由于 辽的出手 没有成功 宋太祖赵旷印 曾经攻打北汉 欲驾清真 也是无功而怀 那么辽和北汉之间 他守 这父位击脚 公 这相互服印 所以周和宋的大军 往往是辅备受敌 所以对于北汉这个丁子 宋太宗继位以后 觉得一定要拔掉 所以他对他的弟弟 叫赵清美说 太原 我必取之 为什么他对他弟弟说 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交代 因为根据当时的一个说法 说赵旷印 赵光义 赵廷美三兄弟 他们的母亲 杜太后 生前有一个遗嘱 兄弟三个 老大死了 老二继承 老二死了 老三继承 在我所看到的史料里头 还真没有看到第二个 像杜老太太这样复读的 三个儿子 他想一碗水登品 皇帝谁都要坐一坐 但是他也不想一想 哪里老大 就一定逼老二先死 哪里老三 就一定活得过老大老二 即使这样 那儿子可以一个传一个 孙子怎么办 当了老太太不想 不管他想不想 这样一个说法 成为赵光义 在赵旷印 也就是他的哥哥去世以后 他继承皇位的一种舆论 那么根据这个说法 他死了以后 以后要传位传给他弟弟的 所以实际上是个政治交代 那么如何打北汉 这就不适合弟弟讨论了 他和当时最著名的树将 也是宋朝当时的书迷使 叫曹兵来讨论 他就问曹兵 说周世忠 及我太主 在清真太原 以当时兵力而不能克 何也 其臣必兼丸 不可敬 说周世忠财隆 和我太主 都打过北汉 按你来说 我们的军力还是有优势的 但是就跟不下 是不是太原 战斗力太强 他的层次太坚固 实际上 作为皇帝的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专门主管军务的书迷使 曹兵 他也一直在思考同一个问题 所以他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皇帝 说太原固然是 城市坚固 北汉兵固然是战斗力强 但是也不是不可摧毁的 当年周世忠财隆 之所以功亏一篑 是因为他的一位汉将叫史燕超 重了辽军援兵的埋伏 战士 所以史燕超一死 对军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所以战士 无心恋战了 我太主 也就是赵邝应 打太原的时候 那是由于军中流行着戾气 流行疾病 兵不恋战 但同时也受制于气弹力援军 所以我们下一次要打北汉 那必须考虑到气弹力援军问题 那么太宗又问 我现在想取太原 你觉得前景怎么样 曹兵说了一句十分武器的话 说今夕一世 什么叫做今夕一世 说我们现在的大宋的军力 和太祖时期 更不要说周世忠财隆时期 他们是不能比的 所以这一次如果陛下出兵 那一定是吹骨拉瘸 公元951年 刘崇在太原称帝 建立了十国中的唯一一个北方政权 北汉 北汉陵有十二州 占据着山西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与当时中原的掌权者 后周太祖郭威 关系十分紧张 北汉只得归附于北方的契丹 以求生存 正是在契丹的帮助之下 北汉政权才得以接连抵御 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印的 先后多次北伐 而北汉的存在 也为契丹把守住了 燕云十六州南向的大门 可以说 要想夺取燕云十六州 平灭北汉成为了当务之机 那么这次由宋太宗 赵光义指挥的北伐 会像之前柴荣和赵匡印那样 无功而返吗 面对宋军的再次进攻 北汉的盟友契丹 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所以军臣所见略同 太宗赵光义极其的振奋 那么决定出兵北汉 当然 说是说吹姑拉朽 但是真正打 那就未必是吹姑拉朽了 所以他非常谨慎 他做了一系列的部署 怎么部署 第一 主力围攻太原 围攻太原的主将是谁 威望仅次于朝兵的军事将领 叫潘梅 他是主攻太原 然后第二 派一位叫国庆的将领 这也是仁争贯战的 赶府使领官 赶府使领官干什么 专门防御来自于北边的 弃带的援军 第三 加强后勤保障 无论是攻打太原点 还是去赶府使领官点 他都提供充实的后勤保障 第四 皇帝自己御驾清政 来驻扎在郑州 郑州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镇定 一方面是对幽州一带的辽军 产生一种威慑 另外随时准备增援太原 所以他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大军过黄河 过黄河的时间是太平新国四年 第二月十九日 北汉的国主刘继元 听说宋军又要北伐 于是赶忙按脑套路 一方面把散据在太原周围的 北汉军队集中起来 保卫太原 同时颇速向辽求援 那么这是老套路 那么带领这一支援兵的 是一个当时辽非常著名的将领 名字叫耶律撒 这个耶律撒是当时契旦的南府宰相 那么带着军队就往使领官而来 当然这个使领官是宋人的说法 辽国不叫使领官 他叫白马岭 那么这个使领官在哪里 在现在太原以北 大概百八里的地方 那么大清一统治 对这个使领官有一段记载 说使领官为兵代云朔要求 四胜险故 宋开保二年 太祖曾敬仰 辽思来源 命何继云将兵 辅使领官拒却职 太平新国四年 以国境为太原使领官都部署 断燕姬元氏 那么所谓的太平新国四年 国境到使领官断燕姬元氏 就发生在当下 我们刚才说 辽军真元的主将叫耶律萨 是南院的宰相 还有位监军叫敌烈 身份也比较高 契丹派出了的元兵 不止这一路 这是第一支元兵 接着派出的 由南院的大王 叫做耶律邪真 这一位我们以后要经常说到的 还有大同的节度使 叫耶律散补 那么这两路大军随后就到 为了预防 幽州的军队 增援太原 而幽州空虚 同时派北院大王 叫耶律西底 火树填补 幽州的空圈 所以从契丹 从辽 他这种部署来看 应该是也有高人的 这个部署非常严密 但是问题来了 来了是什么 因为每一次 辽军增援 都和北汉 联手击溃了 原来的州兵 原来的宋兵 所以胜仗打得多了 所以前方的将士 有些是不免勤敌 当耶律沙和敌烈 率援军抵达司令官的时候 宋朝的首将 早已经在此 等候多时 这是国境 两军隔阂队寺 宋朝守司令官的 叫国境 这一位从小就喜欢斗鸥的 后来投身军队 到了后汉 刘之远的帐下 做侍卫 然后再经历过州 到宋 多次跟随宋太祖 多次跟随 当年的 周四中财隆 北伐 所以对司令官这一代的 帝氏 帝行 他也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他在这里守候多士 援军怎么办 期待的援军 发生意见的分歧 他的主将 耶利沙比较持重 觉得如果靠自己 这一支部队 要渡过河 和对面的宋军 血战 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就觉得 不如等一等 但是监军敌烈 不这样的 觉得前面就是敌人 怎么能够等 后续部队 不能等 这就有意思了 一个主张 等 一个主张 攻 结果 意见分歧以后 不得同意 等者继续等 攻者 开始攻 所以敌烈 就率领前军 渡河 向对岸的宋军 发起攻击 国境 不是时机的 半渡机制 所以敌烈部队 一死就大亏 这个时候 耶利沙就不能 再等下去了 如果继续等 那就得问罪了 所以带着后军 也符合 向宋军 发动攻击 同样 被击溃 那么这个时候 幸亏 后路援军赶到 耶利协真赶到 所以万路齐发 把国境的宋军 把它压制住 这样 这个耶利沙 才逃脱 但是 监军敌烈 和他的儿子 以及耶利沙的儿子 都被宋军 所斩杀在阵前 虽然耶利沙逃了 但是有一个人 没有来得及逃 谁没有来得及逃 北汉国主 叫刘继元 派的 向辽求元的 又一个使者 正在军中 身上还带着一颗 蜡丸 蜡丸裹着 刘继元的第二封 告绩文书 他在路上 碰到耶利沙的援军 看到援军来了 于是跟着援军一起 准备反馈 结果在 司令官被俘虏 他被俘虏 身上 由那个蜡丸 所裹着的 囚集文书 也被国庆的部署 所发现 结果国庆非常高兴 立即派人 可恕把这个死者 和拉丸 送到前邸 送到那前邸 太原城下 这个时候 赵光毅 正在组织攻城 看到 又忽虐了 北汉的死城 还有他的求求文书 极其高兴 命士兵 其身向城内高辅 弃丹败了 而且就在城下 把北汉的死者 斩首 这样一来 城内就军心大乱 刘继元呢 外面指望辽的援兵 不望 里面人心有乱 于是 只好投降 所以从这一次 打太原来看 使领官的一战 实际上带有决定性的 可以说是 一战定太原 北汉亡了以后 他的国主刘继元 被宋太宗 赵光毅 封为 蓬城俊宫 也加入到 以前南汉国主 刘继心 为首的 祝祥王的这个行列之中 有意思的是 这个蓬城俊宫 原来就封给过 刘继兴 所以现在又给刘继元 那么 北汉灭了 赵光毅 他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 后来又起一个 刘继元 怎么办 把太原城 全部摧毁 所以从春秋末年 造简子云造的静阳 一千多年的一座古城 匪于一旦 太平新国四年 太原城破 北汉国主刘继元 率重投降 唐末以来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群雄逐鹿的局面 基本结束 分裂割据的中原大地 终于迎来了再一次的统一 然而 对于胸怀大志的 宋太宗赵光毅来说 中原的统一 只是他大展宏图的 一个开始 他的目标 是要收复被契丹 占领数十年之久的 燕云十六州 所以 在平灭北汉之后不久 赵光毅便将目光 投向了更北方的契丹政权 希望凭借着 平灭北汉的军威 一举扫平 北方边境的心腹之患 而此时的契丹 国力也早已是 今非昔比 那么 面对不可一世的辽国 宋太宗赵光毅 将如何布置 下一步的进攻 面对这次 北上公辽的决定 大宋的满朝文武 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第一次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第一场重大的军事行为 取得如此圆满的结局 宋太宗赵光毅 那是极其的振奋 不知道是振奋之余的突发奇想 还是一路进军 他就已经在酝酿 一个新的决定出现了 陈卓灭北汉之士 直攻幽州 夺取燕云十六州 那么当皇帝把这个想法 一说出来的时候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所以当时的记载是 说驻将皆不愿行 为什么驻将皆不愿行 第一 这一次出兵的目的 是夺太元 灭北汉 完全没有做好和弃丹作战的准备 卢格说和弃丹作战 只是准备对付他的援军 没有说直接打幽州 没有准备 这是第一 大军自从二月出师 到这个时候 五月底 那么出师已经三个月了 围攻太元 也一个多月 所以将士感到疲劳 梁朝雨却节级不上 这是第二 第三 按照以往的惯例 一次战争的胜利 特别是一座重大的战争胜利以后 将士们是指望奖赏的 要不然怎么打仗 你说保驾卫国 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 那么打仗 一个是捍卫这个皇朝 捍卫这个政权 当然也是保护社会的安定 但是从将士本身来说 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奖赏 但是如果打完了北汉 直接又打七丹 说明这场战争还在进行 这个奖赏就要推扣 最为重要的是第四 攻打幽州 不比攻打太元 北伐七丹 不等于北伐北汉 西丹根据身后 并力强盛 在历代五代的政权 和辽和契丹的这种争夺过程中 往往落于下方 所以如果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直接对契丹发动攻击 真是虔诚未破 所以驻将皆不愿行 不管驻将怎么不愿行 在当时的体制下 只要皇帝一意要行 你谁也挡不住 但是也有一些讨论 也有不同的意见 当身边的进城 有人知道 太宗准备打幽州的时候 就顺杆子上来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 拍马屁的话 很形象 自此取幽州 由热奥翻丙儿 说这一次 陈卓密北汉之威 去打幽州 就好像这个锅已经烧热了 在锅里面翻丙子一样 就这么容易 当时有一个 正在值班的指挥师 叫傅延湛 傅延湛当时正在值班 听到这句话 听不下去 他立即反驳 说书生之言不足进行 死饼难翻 这个书生谈兵 不可以相信 幽州这个难题 不是翻一块饼子那么容易的 但是 有一位高级将领 比胡言战身份还高点 叫殿前都以后 此人叫崔翰 再加了一把火 说此事不能再去 好不容易这么多军队调集出来 难道还能够有第二次吗 称此破竹之事 取之圣意 死不可失业 死不我待 称此机会 只取又走 但是虽然有一句成语 叫做四楼破竹 但是我有体会 把刀 从竹的尾部把它切开 然后一只脚踏上一片 另外一片用两只手掀起来 四楼破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竹子 超过的力量 可以破的长度 这个竹还真是难破 甚至根本破不了的 所以说得容易四楼破竹 真正你破竹看看 看看你的力量 和竹的力量的对比 但是太宗把这一番跨 当作将士们的一种意愿 同时也鼓动了他的信心 所以下令 全军东出太行山 先在郑州进行修整 也就是我们现在 河北的郑定进行修整 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 在太平新国的四年 离开郑州北上 一路上兵不雪刃 得了东一州 得了卓州 这个卓州就是幽州的门户了 南边的门户 而且属于燕云十六州 其中一州 也就是从郑州出兵 经过十天 就直抵幽州的城下 也就是到了我们北京了 但是 幽州 幽州 并不是卓州 更不是东一州 要夺取这座幽州 还真是不易 一个 是建成的九远 第二 规模的皇大 那么要打下这一块城市 那是不容易的 离开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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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就是宋朝的史学家 写的一种用的一种春秋笔法 他是通过这么一种说法 来为尊者会 来为太宗广理会 真实的情况怎么样 不能不说厚实的一种说法 不能不说里头 又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 他为了让人们知道真相 就在说谢的那一条之下 引用了别人的一段记载 这一段记载我们就知道 这段话就部分地解开了 当时战争的局面 说太宗从太原打幽州 那是成笛子不辈 这个时候契丹的皇帝在干什么 正在狩猎 结果顿归崖障 准备要把幽和鸡把它放弃 收哪里 收松廷 收湖北口 这个松廷在哪里 松廷在现在河北省东北部 和辽宁和内蒙交界的一个地方 叫平泉县 在那一带 而且辽还出了一个人 这个一月是谁 就是我们下面说到的耶利休哥 耶利休哥请并十万进幽州 诸位特别看后面两局 人夜吃两棋 晚上 每个人举做两只火把 白天 每个人举做两只带铃铛脸 这种小棋 这个声势是非常好大的 然后选金旗三万 夜从他到 本来他应该从北边 就幽州的 他从南边来了 那么这场战争 实际上就发生在 太平先国四年七月初六 也就是李涛 既在说谢的那一天 而不是第二天 就在那一天 从山西败下来的耶利沙 首先来增远幽州 和宋军在我们现在北京 西北西之门外 高粱河一带展开了一次 搏斗 但是宋军站了上风 耶利沙 退出战斗 但是没有跑远 在等待时机 而到了这一天傍晚 辽军的援军分两路 一路是南远大王 也就是耶律邪真 带着一路援军 还有耶利修哥 带着一路援军 从南北两个方面 对宋军进行横击 作为主义 当时史料的记载是横击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场面 千军万马 已经疲惫 已经是强如之末的宋军 根本没有见过这种证事 所以当天晚上立即败下阵来 当然首先逃跑的是宋太宗 赵光义 他不能不跑 不能皇帝被别人抓住 所以聚集在是腿上中了两箭 没办法骑马 坐上旅车就连夜逃离了战场 过卓州而不路 一直逃到郑州 这才安全了 然后让人回去打听消息 发现全军已经溃败 辽军追杀三十里 斩首上万级 至于战舍的 伤亡的 那是不及其数 那么这一次北伐 一度是得到的 卓州 东义州 也重新落入契丹之城 这可以说是宋太宗 赵光义 他继位以来 和辽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李陶所谓的车架西发 实际上是连夜逃跑 所谓的命驻将整军徐桓 实际上是溃不成军 那么大家说 这一场战争的失败 燕云情节怎么办 仍然没有了 宋太宗 他是有雄心壮志的 他怎么办 希望卷土重来 如何卷土重来 我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